假讯息其实蛮多是从民进党而来的 在TRAID上面的一个这个 社群上面的一个发酵 所以他们就开始剪了很多的影片啊 短影片啊 然后甚至发了一些图卡啊 就开始认知作战 就这样举手表决喔 我以为在人大什么 就大家都开始在那边闹啊 想说啊可以吗 立法院可以这样子吗 不都是这样子记名表决吗 它是根据所谓的 立法院的议事规则的第35条 里面是有提到 可以举手表决的 就是这个就是由主席 我们的韩国瑜院长他去做财事 这个并没有任何的 这个违规的问题 他说要一起对抗假讯息 强化民主任性 我那个时候呢 看完之后就觉得 这个假讯息 其实蛮多是从民进党而来的 我必须说我最近刚刚 我在那个社群就是TRAID TRAID他其实算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一个社群 那我后来在上面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绿营在那上面的经营 他花了蛮多的力气 也就是说非常多的绿营的政治人物 然后包含绿营的支持者 其实他们很多很多很多都在TRAID上面 在做互相的串联 甚至他可能去分享信息 比方说我那一天看到 在517的晚上的时候 的确很多人在TRAID上面 他们就开始说 怎么办 我到底要不要去立法院呢 他就开始烙狼 然后越烙越多这样 所以他们的确是在社群上面 其实就已经有 慢慢的去做一个凝聚力量 大家说他们到底是互相在那边 Line来Line去 还是打电话 然后call了这些人过来 其实他们在社群上面 在TRAID里面 他们其实也经营了好一阵子 看得出来是经营了好一阵子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去 关注在TRAID上面的一个 这个社群上面的一个发酵 所以他们就开始剪了 很多的影片啊 短影片啊 然后甚至发了一些图卡啊 就开始认知作战 我觉得那一天我 我在看的时候其实 认真说以我自己的观点 可能未必所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立法院打架打成这样 对啊就是要这样站起来 你看之前民进党 这个阿拔了这么的久 过去八年 在他们绝对多数的领导之下 所以变成了国会 没有什么他们想过或不能过的 或是他们只要碾压过去就好了 可是呢大家就说 对啊现在终于这个形势逆转了 现在在演呢 蓝跟白加起来 现在的确是多数了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 可以去进行一个抗衡 但我其实那天 我在看他们打架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看得非常的难过 难过的原因是 或许大家也觉得 这个有时候意识进行之间 你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这也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这做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示范 为什么说不好的示范 那事项 现在如果是我好了 不要说我 就可能有一些这个民众 我们那些小老百姓 我们这些市井小民 市井小民呢你在路上 然后就看到人一言不合打起来 其实会不会被警察局抓走 但我们立委不会 那大家说啊他们可能这个 必须有一个民意代表的 一个保护衫 可大家有想吗 就是你民意代表 人民的纳税钱在养你们 然后让你们可以在立法院当中 合法的公然的打架 却没有事 那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有点怪 因为变成说那请问 我要怎么教育下一代 比方说小朋友看电视 看到他们在那边打来打去 想说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干嘛 这样都没有事情喔 不过有样学样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 老实讲我觉得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三十多年前 你说国会打成这样 你就觉得在那边纳粮 想说就长这样 国会就长这样 那你说三十年后你还这样打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非常的闹 我觉得任何的议案 他如果真的有争议的话 很简单 委员会实质审查 然后你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你要尽可能的让这个执政党 然后跟在野党之间 他们可以去取得一个共识跟平衡 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从之前的大选过后 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得到 就是那个对立跟那个撕裂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 甚至他是一直有在升温的一个情况 所以变成大家好像也 看这种画面就觉得好像也正常 因为毕竟可能赖兴德他在 这个40%的民意之下当选了 没有错 所以有些人就说啊 是不是少数人的总统啊 又不是多数人的总统 又不是所有人都服气你啊 那的确也是 但今天的确因为他也就职了 我们当然献上祝福 然后也希望新的政府 新的内阁可以带来 不同样子的一个新的面貌 可是呢 大家就发现到 这个人家都还没有正式的就职之前 517就可以闹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来看呢 这个那一天我相信 大家一定也都不会非常的陌生 因为当时在国会当中 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所谓的一个冲突的画面 那我们就是你就会觉得说 到底在做什么吗 大家看不懂吗 大家就看这像画吗 像画吗 好不好 像画吗 就是 然后头来直接坠地 就是其实看的时候会有点担心 你就会觉得说 哇你们打归打 但我觉得那个安全还是要注意 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他们打是不是有偷偷套好招啊 就是说我揍你一拳 你不要还手啊 或是让我假装哭一下 就是会不会是这种的情况 然后大家觉得说 他们可能套好招 应该是安全的吧 就是好像看起来带摔跤选手 在那边互相较劲 但看起来是不是有塞过 但有时候看就觉得 这会不太真实 就直接摔下去 其实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民意代表 当然你们在议程当中 你们可能有一些这种 杯葛的议事的程序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但这个好不好 小心安全 安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我跟大家提到了几个 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讲说这个 讲黑箱或扩权太过的片面 然后也太过的武断 我跟大家讲喔 其实他们这一次在国会改革 武法当中 其实过去在委员会里面 已经讨论过非常多次 甚至都有开过公厅会 所以并不是执政党片面所说的 他说什么嘛 都没有讨论过啊 黑箱啦 黑箱啦 你们这个东西都没有给我看过 然后就叫我表决 是要表决什么东西 叫人喔 这样 他看起来好像就是 一切都是在野党在那边 乱的样子喔 然后跟大家提 那天其实在院会的现场 所有的修正动议 再修正动议 全部都摆在立委的桌上了 那有些人说 怎么没有上网公开 该公开的基本上都公开 但是刚刚所谓的修正动议 跟再修正动议是什么东西 那个通常都是在院会当天 才会出现的 然后就是出现在立委的桌上 所以立委们 这个试读能力 还有你的认真程度很重要 拿出你的诚意来 东西到你桌上 说你这样赶快翻啊 赶快翻啊 说到底是哪边有什么不一样啊 什么的 没有 民进党一言不合啊 赶快打上去 忙着打架 完全没有要看的意思 而且重点来了 那一天呢 很生气的地方是 民进党他们自己也有提出 40个修正动议 跟40个再修正动议 他们提了那么多版本 在野党的问题 你怎么没有先拿出来 他完全不提 然后就说是在野党的问题 但其实明明 大家都是一样的 起跑点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确他们花了很多的一些时间 就只是为了要去暴力杯葛 这个意识 让他瘫痪 然后不要让意识进行下去 好 然后再来 这个问题也来了 立法院的调查权跟听证权 还有所谓的藐视国会罪 这个民进党的认知作战 非常的厉害 我甚至看到我有一些朋友也在那边分享 然后就说什么 这个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去听证也会出事 还是我有一些企业家 然后去只要这个立委不开心 就被判我刑法 然后听起来很可怕 他们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扩及一般的老百姓 跟大家郑重的澄清 其实美国 然后英国 法国 日本 其实基本上都有类似的一个立法 也就是说呢 你行政官员 现在重点来是行政官员 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行政官员 请问 你在被立委质询的时候 或者你在听证会上面 你可以说谎吗 基本上是不可以 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过往我在立法院党团 也有待过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确有时候都会看到说 奇怪 比方说农业部啦 或是之前这样打那个鸡蛋争议 打得非常火热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都觉得 所以奇怪 这个行政官员 他讲的是真的吗 就都会觉得有点怪 那甚至他们可能还没有很清楚 整个状况之下 广快先伸出一个说法来先搪塞立法委员 觉得这个好像是怎么样 应该是 对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被发现到 诶 你怎么说法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说 没有啦 后来了解了一下是怎样怎样 我觉得这个都有些问题 也就是说 那你要不要先确定状况之后再来讲 你为什么要在还没有确定状况之前 然后把话说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好像一副就是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样子啊 大家不要再误会了 所以你就会怀疑说他们是不是在说谎 公然的说谎 行政官员可以公然说谎吗 当然不行 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法则啊 那我们针对这些行政官员 现在再也所提出来就是针对这些行政官员 你不可以在听证会上面或是你在立法委员对你质询的时候 你在背询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然说谎 当然不行 然后再来是民进党在2012年的时候就提出了相关的法案 他们当时也是希望可以针对这些行政官员 可以去有加入一些刑罚的责任 这是当时民进党就提出的 可是他们现在就开始反过来 就开始说你看在野啦 好危险啦 然后就是想要立法院扩权啦 这些小老百姓都要出事啦 什么的 这个认知作战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的确在这个讯息的 这种假讯息的散播上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一套 那其实你知道对于这些行政官员 到底要不要给他判刑 这个也是法院的责任 不是立法院的某一个立委说 嘿我要判刑就判刑 当然不是 所以其实这个都没有所谓的说什么立法院 你要给他极度的扩权 或是你想要去这个让老百姓都开始感到惶恐 完全没有这些事情好再来 那天还有一个 这些很经典的 大家说就这样举手表决喔 我以为在人大什么 就大家就开始在那边闹啊 想说可以吗 立法院可以这样子吗 不都是这样子记名表决吗 然后你去按下这个赞成或反对 那天是这样 因为呢民进党为了要来杯葛议事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占领主席台 但是呢这个在野党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这个主席台也是守得非常的紧 那民进党呢他就想说 那我透过表决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脚步有所移动 你总是要回到你的位置上面就按表决吧 但是你这样就出现破口时间了 当他们回去按表决的时候 民进党这个时候相信 以他们伸手绞节的程度 一定会立刻去攻占主席台 所以呢 他是根据所谓的 立法院的议事规则的第35条 里面是有提到 可以举手表决的 就是这个就是有主席 我们的韩国瑜院长 他去做才事 你有一些情况之下 比较这个不是长期的一般的情况之下 他是可以去用这种 举手表决的一个方式进行 所以这个并没有任何的 这个违规的问题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